又到了開始報稅的季節了 大多人都是誠實的繳納 不過你知道嗎 還有很多的欠稅大戶不繳錢 積欠的金額已經高達了 一千八百三十五億元了 也由於欠稅執行期 即將在兩年之後就要到期 過了這個時間呢 這些錢恐怕就追討不回來 政府追討不利 也讓民眾氣得大罵 還有誰願意來誠實繳稅 欠稅大戶積欠一千八百三十五億元 政府卻遲遲逃不回來 氣得剛走出國稅局 繳完稅的民眾破口大罵 民眾氣不過不是沒道理 因為欠稅執行期限最長只有十年 算一算到後年的三月四號之前 要是這一千八百三十五億元 逃不回來恐怕就要一筆勾銷 立委急得跳腳 不過財政部的回答令人傻眼 這個金額看起來是很大 但是占我們全年英克稅額的 百分之四點一四而已 財政部自認只是少部分的錢 沒有討回來 不過欠稅的都是有錢人 而且並非繳不出來 政府花了八年的時間 還無力追討 民眾說實在太誇張 誠實繳稅的小老百姓發出不平之聲 要政府跟大戶討錢擺脫阿薩利一點 明日新聞綜合報導